幸福幸福巴士2.0政策在珠山镇展开市营运后 路股乡也开始市营运 喜欢改善偏向民众出行不变的情况 后续该政策也将于民间乡开始市营运 竞选现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政见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步步共产 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央讲的叫做幸福巴士2.0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这个幸福巴士2.0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补足我们偏向 有很多是客运没有办法到达的 或者是说客运它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一般的 这个中间你就可以直接运用我们的幸福巴士来做预约 那么它就可以从单点到单点这样的一个方便 今年正式上路的有三个乡镇 第一个是在竹山镇 今天是在路股 那接下来还有民间乡 幸福巴士2.0市营运期间 现场去说希望广纳民众的意见 进行滚动式检讨 让政策更符合民众实际需求 那现在在试办期间就是到10月底以前呢 全部都是免费搭乘的 当然这段期间我也希望说在试办过程呢 去整合出我们所有这个乡亲的意见 再来做滚动式的检讨 让我们在南投县的每一个偏乡 不只是我们公车没有办法到达 计程车没有办法来行驶的部分呢 我们都可以借由我们的幸福巴士 来完成我们回家的最后一顶路 先远传业领认为 幸福巴士服务到更年龄层的民众 是一项优质政策 也鼓励民众多加使用 那这个PPO2.0它的共乘的方式呢 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服务 从我们小朋友一直到我们的长辈 通通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也期待说我们好好的来运用 因为我们乡亲如果运用的好 我们的乘坐率如果高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计划才能够长久 持续的一直下去 甚至于我们可以再提高 再提高车辆的一个班次 以及车辆的量次 那那个量能越提高的话呢 那我们行的方面呢 就会越顺利 议长和尚峰肯定幸福的用心 积极规划改善偏向大众运输问题 希望后续更多的乡镇 都能够推行幸福巴士 让民众出行时更加便捷 记者卢凯路股采访报道